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细皮嫩肉 奶生奶气 多愁善感 弱不惊风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毫无主见 极易哄骗 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 在戏曲舞台上 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 就必须尖着嗓子 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 听起来与淡卷没什么两样 可见连语言也女性化了 他们的扮想更是女性化 一绿的唇红齿白 眼如秋水 眉似清淡 与淡卷的装扮也没有太多的区别 甚至如传统的乐剧 台湾的新白娘子传奇 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演了 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 究其所以 恐怕就在于那角色 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这就煞是好看 事实上 在中国 却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 尤其是中国男方的女人 也包括部分男方的男人 白蛇传之类的戏 久眼不衰 便是证明 这类戏曲节目 曾被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 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 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者 无非娇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 不是齿如白玉 面若桃花 便是腰似杨柳 生如除凤 地地道道的女离女亲 这类形象在西方或者是阿拉伯世界中 只怕没什么市场 然而中国人却爱看 不但女的看了 方心暗许 便是男的看了 也我见有怜或恨不如她 认真说来 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女人喜欢 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 男人喜欢 同样只能证明她们也多少有点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 天仙佩中的董勇就是 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 碰见了七仙女 首先想到的是 老父亲生前 在世的时候曾对我说 男女交谈是非多 为了避免是非 她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 大路不走 我走小路 实在绕不过去了 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 大姐 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呢 谁知道 七仙女的一句话便把她顶得哑口无言 大路朝天 各走各边 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吗 上帝保佑 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 倘若拦路的是强盗 她又该怎么办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 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 事实上 她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 甚至带有强迫性质 她自己呢 则是一推再推 一躲再躲 直到最后神迹出现 老槐树开口说话 做梅做正 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 这说明 她只相信天意 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 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 而与财主打赌之锦时 她不但一点忙都帮不上 反倒还在末方里一个劲的埋怨娘子多事 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她自己胆小怕事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 在中国戏曲舞台上 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 一事当前 女方要挺身而出 去做斗争 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 或拦在她面前 浑身乱颤 双手直摇 连连叫道 使不得 使不得 娘子使不得呀 要不然 就是双眼圆睁 牙关紧咬 脸色惨白 大叫一声 昏死过去 直挺挺地倒在地下 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 海的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则戏 常可作为折子戏 单独演出 但可惜 人们往往忘了 这台好戏 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胆小怕事的 也不只是这几位 差不多也是咱们的通病 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 就是吃饭防烟 走路防跌 不要多管闲事 招惹是非 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 尚且不敢放手去做 更网论其他呢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就是少有见识 中国有句老话 叫头发长见识短 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 在历史上 现实中 或者文艺作品里 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们们 他们平日里遗旨气势 微风八面 一副安邦治国 出将入乡的样子 一旦真格的 有什么事 对不起 不是要老婆拿主意 便是向丫鬟讨办法 一点见识也没有 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 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 万岁爷尚且如此 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呢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 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 在这类人物中 西乡记中的张生 张军锐 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 他有胆 敢于追求自己的一中人 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 更敢于为此追求 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解普就四肢为 退孙飞虎之兵 他也有谋 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阴影 而解救崔家恶难 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 这就颇有些侠肝一胆 又能运筹帮我 比起董勇 许仙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呢 即使这位风流才子 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诀 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诀 他在普就四 不过无意中见了音音一面 便魂灵飞在了半天 只听崔音音交语一声 便大叫我死也 小生便不往京师 去硬举也罢 即使第二次见了红娘 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 明拱 子君瑞 本官西洛人也 年方二十三岁 正月十七日子时见生 并不曾娶妻 简直是个傻的可以 当然也被红娘抢白了一通 弄得灰头灰脸 事后呢 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 还要评论说 姐姐 我不知她想什么呢 世上有这等傻诀 如果说张生这时候的傻 她尚且傻得可爱 那么 当老夫人毁婚之后 她的一筹莫展 便只能让人着急了 事实上 让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 正是这位有胆有识 敢作敢为的红娘 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 促成了她们事实上的婚姻 把生谜煮成了熟饭 又用一套表面上 为了老夫人的面子着想 实际上为了爱情抗争的说辞 说服了老夫人 这番说辞的水平 堪于苏情张仪之流媲美 所以烤红一辙 也是西乡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 二人的爱情 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 而只能是呜呼哀哉 难怪张生对红娘 要一跪再跪 一败再败 一谢再谢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 是软弱无力 前面已经说过 她们都是些白面书生 或者是奶油小生 细皮嫩肉 奶生奶气 尖不能挑 手不能提 打起架来 绝对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 所以呢 一遇到麻烦 她们的本事 无非一是贵 二是哭 三是一病不起 最后呢 只能靠动了 侧影之心的女人 和侠客前来搭救 正因为 她们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所以她们往往 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 寻求保护 董勇要靠七仙女呵护 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 张生要靠红娘帮忙 梁山伯运气不好 没有女人来救她 结果便送了性命 然而女人的能力 有何其有限 女人的地位 有何等卑下 没法子 只好先把她们 设定为九天玄女 或者是千年大仙 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 我曾经常常奇怪 又美丽 又贤淑 又法力无边的 七仙女和白娘子 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 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勇和许仙呢 现在明白了 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 所使然 难怪在印度 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 到了中国 为了救苦救难 也只好变为女身了 力量 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应该是刚强坚毅 孔无有力的 当然这里说的力 并不只是体力 也有智力 而且主要是指意志力 但那些动不动就跪 就哭的角色 肯定无此力量 一个男人没有力量 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 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 这真是多多怪事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 就是怕负责任 或者是不负责任 这就比胆小怕事 还要糟糕 胆小怕事 不过害己 不负责任 却会坑人 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 既然胆小怕事 当然也怕负责任 或者更准确的一点说 正因为怕负责任 才不敢去惹是生非 董勇对七仙女 与财主的赌 不负责任 还情有可原 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 不过 严格地说来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 也承担起来 因为夫妻聚为一体 福祸荣辱 共负家难 何况一个男人 至于家庭 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 所以呢 看在董勇 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 我们可以不谴责他 但他的不像男人 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 就完全理无可数 对于他们来说 问题已经不是像不像男人 而是还是不是人了 比如原诊的慧真记 又名音音传中的张生 就是这样 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表面上道貌黯然 其实一肚子的坏水 因为表面上道貌黯然 所以熬到22岁 还未尝尽女色 从这一点上讲 他的忍性 定力 倒是还算可以 然而呢 一见到催阴阴 却神魂颠倒 不能自持 可见不耗色 全是假话 终于千方百计 费尽心机 把阴阴弄到手 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 尚不在此 而在于 他对崔阴阴的以身相许 采取了一种 始乱之 终弃之的 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更可恶的是 他对自己的背信弃义 损人利己的行为 还颇为得意 称之为忍情 其实 男人应该多负一点责任 如果男的 竟将责任推到女方头上 或在出事之后 要受惩处时 拿女的去做替罪羊 牺牺牲品 那么 哪怕他别的再好 也应该说 他不算是 男人